那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张宏杰的作品《简读中国史》 张宏杰是著名作家、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现在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 担任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他原本是银行职员 在仍然捧读文学期刊的八十年代 出于对作家的崇拜和对历史的热爱 张宏杰开始写作 陆续为我们带来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大明王朝的七章面孔》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一系列历史学畅销书 他关注文化和人性 擅长跨文体写作 在历史写作中 掺杂着小说式和心理分析式的写法 读起来颇有趣味 那这本《简读中国史》 汇集了张宏杰二十年来的史学思考 他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下 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看清中华民族的历史 以及历史背后的逻辑和动因 在纵横间了解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中华文明的三条脉络 为了看清中国在世界史坐标下的发展史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中国发展历史上的大脉络 那理清脉络后呢 我们更容易了解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脉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相比世界其他的古文明呢 这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古文明 古埃及先后被希腊人 波斯人 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征服过 那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种族呢 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可以说啊 除了埃及金字塔 现在的埃及文化与古埃及文明呢 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那同样啊 两河流域的其他古文明呢 也由于遭受入侵 未能延续下来 那同样是沿河流域的古文明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呢 第一个原因啊 是中国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 一方面呢 是因为啊 中国与其他的古文明国家呢 相距较远 不容易遭受其他文明的入侵 那第二个原因呢 则是啊 由于中华文明的发源于黄河中下游 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 而农业文明一旦发展成熟 就容易长期稳定 那因为中华文明从未间断呢 所以啊 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一切啊 在历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到先例 那而这些现象呢 以后还会重演 那所谓太阳底下无心事 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的惯性 古老的文明依然影响着当今的人们 发达的农业文明 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第二条脉络 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中国是最早大规模实行分封制的国家 而封建制度呢 也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到了秦朝 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 创立了最大的 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建立了当时国家 对人民最严格 最精密的控制体制 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啊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 第一个世界文明 但中华文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 演变的速度突然慢下来了 自秦朝至晚清 中国的思想文化 基本上是沿袭先人思想 并没有太大的创新性 这也引出了第三条脉络 两头变化剧烈 中间不断循环 中华文明一直都在变化中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 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周秦之变呢 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根本的一次变化 在周秦之变以前呢 中国社会啊 是真正的封建社会 中国从周代以来 实行分封建国 人们生活在小小的自治社会中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呢 中国进入地质时代 小自治体呢被打破 统一成了大共同体 政治权力一杆子插到了 社会最底层 国家的最高权力 直接控制着每一个人 那这样的政治特征呢 在世界上看啊 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啊 秦始皇统一中国 不管是在中国历史上 还是在世界史上 都是划时代的大事 那第二次重大突变呢 是在晚清时 中国被卷入全球化之变 就是李鸿章所说的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这一变局啊 让中国不可回头的 卷入了全球经济新秩序中 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 又一次发生了质变 那如果说周情之变 和卷入全球化质变呢 是中国历史的两头啊 那中间的两千多年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 王朝新替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因为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呢迅速发展成熟 以至于啊 成熟之后遭遇的挑战很小 也就丧失了探索 其他文明以外的动力 和自我变革的压力 那因此啊 在历史上呢 就体现为 治乱兴衰的不断循环 我们都知道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一个王朝建立了 一两百年后啊 就会出现起义 最终呢 旧王朝被新王朝替代 如此一直循环了 两千多年 中间不断循环 但历史的循环呢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螺旋上升的 那中华文明的 第四条脉络啊 是在一头一尾 两次聚变中间 中国政治和社会 一方面不停的循环 另一方面呢 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 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周情之变之前 从秦始皇到晚清 从晚清到现在 那从秦始皇到晚清的 两千多年之所以 被划为一个历史单元呢 是因为啊 他们沿着一个简单的逻辑前进 就是不断完善和修补 秦始皇开创的 大一统俊线制度 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权 人人垂涎 一有机会啊 就想取而代之 那于是呢 威胁皇权的因素啊 不断的增加 地方藩镇 敌国外患 权臣 外戚 后妃 太监 奸臣 小人 等等 那为了不让皇权 旁落他人之手啊 皇帝和其他人的关系啊 一直在调整 特别是皇帝和丞相的关系呢 总的趋势啊是皇权越来越重 相权越来越轻 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 那同时啊 地方政府也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那中国历史上啊 汉人建立的王朝 比如秦 汉 随 唐 宋 明 一开始啊 都是二级政府 不设面积较大或者权力太大的省级政府 但是二级政府的力量太小 地方动荡 无法平定 只好啊 下放权力 结果变成三级政府 然而啊 地方权力太大呢 总会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 于是啊 又调整为二级政府 因此啊 汉人王朝的地方政府呢 就是在二三级之间 不断的循环 所有新兴政权都起自边疆 那我们要说的这第五条脉络呢 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 那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啊 都是起自边疆地区 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 中国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 第一次大分裂呢 是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 由秦朝完成第一次大统一 那第二次大分裂呢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 由隋朝完成了第二次大统一 第三次大分裂呢 是五代十国宋辽经 长达三百多年 由元朝完成第三次大统一 那每次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的 第一个王朝啊 都是起于边疆地区 秦朝位于西部边缘 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 隋呢是建立在鲜卑人的北周基础之上的 元呢是直接起自草原的 那边缘民族入主中原啊 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 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 那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呢 是草原民族的战斗力强 马背上的民族以战死为荣 以并忠为耻 但是农业文明呢 与之相反 农民啊 习惯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 那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勇敢和果断 因此呢 中国大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呢 都是起自边疆地区的 我们读到了 中国历史有五大脉络 分别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 中国文明非常早熟 两次重大突变 中间不断循环 所有新兴政权都起自边疆 那书里清楚了这五大脉络啊 我们能更好的分析 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史 回顾华夏五千年历史 有这么几个阶段呢 值得注意 这几个阶段呢 国家分裂战争四起 名不聊生 但同时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 文学家和艺术家 可以说是思想的大解放 其中春秋战国时期 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 独特的历史风貌呢 中国的贵族社会 一提到贵族社会啊 我们头脑里浮现的场景呢 往往是英国庄园式的社会 其实啊 早在皇帝制度出现之前 那西州就依托分封制啊 建立了中国的贵族社会 分封天下诸侯后啊 周公呢 通过制定一系列典章制度啊 来规定辈分不同 关系远近不同的人 见面该怎么行礼 平时该怎么交往 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那周礼对后世的影响啊 十分的深远 就连身为商代王族后裔的孔子啊 都认为周代是三代之志的顶峰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啊 礼仪如同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甚至在战场上 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理 韩非子中记载了 宋湘公洪水之战的故事 当年楚国与宋国打仗 宋国军队已经列好了阵 但另一边楚国军队渡过洪水来交战 宋国的将士建议宋湘公应该 趁楚国渡河时发起进攻 而宋湘公啊 却说那不符合战争规定 结果等楚军啊全部渡河之后呢 双方才开战 那最后啊 宋军是寡不敌众 宋湘公啊 也受了伤 第二年呢 就去世了 现在看来啊 宋湘公非常的呆板啊 不懂变通 但是在那个时代啊 宋湘公所诠释的正是 故意足精神 受周礼的影响啊 春秋时代的战争 都是以禁忌的方式 看待彼此 布阵有一定的程序 交战也有公认的规则 除了宋湘公之外啊 宋国公子诚 与画豹的战争啊 也是如此 最初画豹先向公子诚 射了一箭 没射中 那当画豹再次搭建上弦时 公子诚大喊 你卑鄙 根据战争规则 你射了我一箭 该我射你了 没想到画豹听到之后 立刻放下弓 而公子诚则一箭射死了画豹 史书并没有嘲笑画豹愚蠢 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这和欧洲的歧视精神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那作为贵族的后代啊 宋湘公和画豹从小受到了严格的贵族教育 在战争中啊 他们既要取胜 也要赢得漂亮 赢得合理 赢得高贵 那甚至呢 在一定意义上啊 风度大于胜败 那讲求贵族精神的战争啊 大多发生在春秋时期 及之前的朝代啊 他们以荣誉为战 即使在战场上啊 也要风度翩翩 因此春秋时代 被灭掉的都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国 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吞并另一个大国 到了战国时代 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急剧上升 因为此时战争的目的呢 就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 越国吞并吴国 就是开创了一个大国 吃掉另一个大国的先例 此后呢 灭国之战越演越烈 直到秦国灭六国 一统天下 那为什么春秋和战国之间的战争 有这么大差别呢 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春秋末期 战国初期 铁器开始普及 铁器啊 比木梨啊 更适合于耕种土地 那铁器的普及呢 使得粮食产量大增 那各国的人口爆炸式增长 荒野都被开辟 国与国之间领土的争夺啊 越来越激烈 二是法家学派的诞生 开启了战国时代新的思维方式 在周代啊 人们信奉的是周礼 周礼信奉 人性本善 大家都出身于同一个家族 相互之间要体谅包容 但是随着国家规模越来越大 血缘关系越来越淡 温良攻减让 已经没用了 人们开始相信啊 人性恶 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呢 必须强化极权 提高战斗力 于是呢 法家学派就应运而生了 那法家是作为周代 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 他推崇制度理性 强调用制度 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 这个思路啊 是更高明的 然而呢 他精于计算 不择手段 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 楚国变法名将吴启 杀妻求将的故事 就是典型案例 吴启是鲁国人 妻子是齐国人 在齐国和鲁国打仗时呢 吴启呢 因为善用兵而被举荐 鲁国呢 却担心他的妻子是齐国人 而不尽力 没想到啊 吴启回家后杀掉妻子 用妻子的头颅 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岁 所以啊 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 人们可以活得很优雅 而到了冷酷的战国时代呢 人们必须活得精确且无情 才能够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 幸存下来 乱世的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争相著述 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 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韩非子 等等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 思想紧喷的灿烂局面 那为什么乱世会成为英雄辈出的黄金时代呢 原因啊 就在于乱 在西州前期 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分封制 当时社会安定 秩序竟然人人巡礼 然而啊 过分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啊 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 随着国家规模越来越大 原来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的分封制啊 逐渐暴露出了它的缺点 血缘冲淡 无人浮观 那到了西州后期呢 周天子的话越来越没人听 各大诸侯国朝拜的频率啊 也越来越低 以至于呢 最后出现了烽火西诸侯的故事 那西州灭亡之后啊 各国的竞争环境空前剧烈 也使得春秋时代的空气 远比西州时代更自由 那人才在各国加速流动 此时的思想开始强调精神的自由 和人格的独立 就像孔子说的那样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智也 春秋之后 经济发展 城市大量出现 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 知识交流的速度呢 也越来越快 所以啊 自由释放活力 交流 迸发智慧 各派学者相互启发 相互攻击 知识产生和升级的速度 大大的加快 那除了春秋战国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也是一个大动荡 大变革时期 人们的头脑呢 又获得了一次解放 这一时期的创造力呢 不是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 而是在文学艺术领域 出现了大书法家王羲之 大画家顾凯之 大诗人陶渊明 谢灵韵等等 还诞生了千古绝唱 广灵散 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 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 往往都诞生于乱世 因为乱世打开了 新的思维空间 我们读到啊 在秩序井然 社会安定的时期呢 严格的礼仪 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 一旦这种局面被打破 人们的思维空间就会被打开 于是啊 乱世便成为了思想家 艺术家等英雄 辈出的黄金时代 虽然说春秋战国 英雄辈出啊 但是那个时期的思想家呢 最大的愿望 却是实现中国统一 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渴望统一呢 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是怎样的呢 秦国崛起 从西周时代开始啊 中原的诸侯国呢 就认为秦国是蛮夷之邦 列国开会的时候啊 都不叫上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秦国啊 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 李斯说 是不产于秦 我们熟知的商鞅 韩非子 李斯等等啊 秦国的名士呢 都是从其他列国引进的 其次啊 秦国不实行敌掌继承制 而是选择呢 勇猛的人力太子 其他边缘国家的发展史呢 都是逐渐中原化的过程 楚国最开始啊 也是蛮蚁之地 但是他不断吸收中原文化 成功地成为礼仪之邦 最后呢 比中原国家还降旧 秦国一开始呢 也想啊 努力的中原化 直到秦木工时啊 西荣的使者 尤渝前来拜访 秦国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秦木工与尤渝的会面中啊 尤渝认为啊 诗书礼乐 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 因为中原的发展规律啊 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 娇奢盈逸 下层百姓呢 却还想用礼仪的标准 要求上层 导致国家上下层分裂 内乱出现 而草原地区物质不发达 贫富差距也不大 他们没有民主观念 权力意识 以绝对服从为天职 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呢 上下一心都很团结 听完鱿鱼一番话呀 秦木工如梦初醒 此后便改变秦国的立国方略 不再吸收中原文化 而是向荣敌学习 在吞并大量羌荣人口 吸收荣敌文化之后 秦人更具狼性 秦国军事作风 更加纪律严明 上下一致 在这样的民风背景下 别的国家实行不下去的变法 在秦国很快落地生根 运转良好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把整个秦国 变成一家大农场和一座军营 所有秦国人都成了 战争机器中的零件 民众只能选择耕地或打仗 否则就会被以各种名目投进监狱 为了提高大家打仗的积极性 秦国还规定按人头计算军功 如果你杀敌杀得多 就可以平步青云 获得荣华富贵 前有军功爵位为赏 后有严刑郡法为法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之下 秦人只好勇于打仗 为了统一思想控制舆论 商鞅不仅烧了书 还规定民众不得议论国家的政策 并且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发制度 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 由国家来全面垄断 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 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 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资金 可以说在七国中 秦国最功利且只追求物质利益 不重视精神价值建设 秦朝通过自己强大的军队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最终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 中国实行的是周朝的封建分封制度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国家政治制度就变成了大一统的俊县制度 所以用周秦之变形容这个变化 再恰当不过了 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节点 在此之前两千年的中国和此后两千年的中国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 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变了 评价标准也变了 很多在当年看起来是正面的做法 自秦朝统一以后 大家就换了一种思路来看问题 楚国人吴子虚 因为父亲和哥哥被楚国国君杀了 他就跑到了楚国的敌国 带领吴国的军队灭掉了楚国 还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 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看待这件事 会认为吴子虚叛国投敌 应该算是楚奸 但史书对吴子虚的记载都是正面的 称他是历史上著名的贤人 就连楚国的大师任屈元都歌颂他 后世的岳飞也有同样的遭遇 岳飞和长子被宋高宗杀死了 岳飞的三个儿子活了下来 他们却没有像吴子虚那样 帮助金朝灭了宋朝 第二 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发生了变化 在周代封建社会 中国秩序的最高原则是家大于国 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 效忠于自己的家族 比效忠自己的国家还重要 韩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 每次在前线都开小差 孔子问为什么 那个人说我是独生子 我如果战死了 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呀 孔子一听觉得这个人道德真高尚 但是在周情之变以后 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 国大于家 主要表现是舍小家顾大家 大一灭亲 忠孝不能两全 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 臣民都不能反抗 第三个变化体现在人际关系和道德水准的变化 封建分封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 因为所有人都要长期的反复的打交道 人们不会选择一锤子买卖 而是会将诚信作为处事的基本原则 变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后 中国就从血缘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里人和人之间容易发生一锤子买卖 就像开在街巷的小饭店的饭菜 通常很合口 因为来吃的都是老顾客 但火车站边上的饭店就差劲多了 因为来吃的都是流动人口 发生这三个变化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从小共同体变成了大共同体 小共同体就是像欧洲庄园一样 每个地方都可以自给自足 于是就有了老子说的 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说封建制的社会结构 像大船的隔水舱 小共同体虽然处于同一条船 但隔水舱彼此是独立的 那周情之变后的俊献制 就是把隔水舱全部打通 把小共同体全部连接起来 变成大共同体 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幅提高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 相互公结 但他们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追求国家大统一 孔子说天无二日 明无二亡 孟子说解决天下大恶的途径 就是一统天下 孟子主张建立一个 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 统一能解决一切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希腊时代的思想家 却反对统一 希腊版图是由无数个小碎片组成的 他在历史上一直没能统一 因为希腊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 不想因为统一而导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疏远 公共生活得不到保障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思想呢 那首要的原因呢 还是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的不同 我们先来看中国 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呢 北面是无法耕种的草原 南面是难以开垦的森林 东面是无法跨越的大海 西面呢是不利浓耕的高原 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 那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呢 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 资源有限的观念 于是呢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啊 各个部落就开始了 对土地水源等资源的争夺 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所以呢 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呢 资源争夺双方啊都没有退路 双方啊都会争夺到底 而最后胜利的一方呢 就会实现统一 皇帝就是秦始皇之前 统一华夏民族的第一人 而希腊呢 内部多山 海岸线漫长 面对资源贫乏的困境啊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泛州出海 找到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 而不是像山岭后的 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那即使部落之间有战争啊 失败的一方 往往逃出海外 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关系 所以啊 中国和希腊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 导致两方的思维逻辑 产生巨大差异 东方崇尚一元 西方崇尚多元 秦国崛起的秘密啊 在于法家的助力 周情之变后呢 中国从小共同体 变成了大共同体 中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呢 导致了两方的思维逻辑 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周情之变后啊 秦朝呢 结束了列国纷争 统一了杜亮恒 破除了封建壁垒 那么这一制度 在后世运转的怎么样呢 它和同一时期的罗马 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秦汉帝国 公元前二二一年 三十九岁的嬴政 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由王改成了皇帝 皇这个字呢 取自三皇 是开创宇宙人类的三位神人 帝字呢 取自五帝 传说中啊 以皇帝为代表的 五位半人半神的领袖 所以皇帝是三皇五帝的合称 嬴政认为 他的大一统功绩呢 是前五古人的 所以呢 他既不像周王那样 自称天子 也不利皇后 甚至还废除了 历代沿用的嗜好制度 因为他认为呢 自己不应该受任何人的控制 也没有任何女人 可以与自己的地位平等 更不允许 后代评价君主的好坏 那秦始皇这么自信呢 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登上皇位后啊 首先打倒了吕不韦 那接着呢 逐一消灭了六国 然后呢 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每一样啊 都取得了成功 围绕掌握皇权这个核心呢 秦始皇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规划 首先呢 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和三权分立机制 他把全国分为36个郡 1000多个县 每个地方官都是皇帝统一安排 随时调用 从根本上斗绝了诸侯争霸的发生 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地方设郡守 郡卫和郡奸 那三类官职呢 分别负责行政 军事和监察 相互制约 相互牵制 以保证中央和皇帝的高度集权 其次在硬件上修迟道 去贤祖 建长城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修住迟道 迟道呢 就是马可以在上面集迟的大道 类似今天的高速公路 主要呢 用于军事目的 一旦哪个地方有人想造反 中央军队可以迅速抵达 同时啊 他还把原来六国修建的军事要塞全都拆除 防止各地凭着要塞贤祖啊 来抵抗中央 不过呢 为了防止匈奴的入侵啊 他在去贤祖之后 又修建了新的防御设施 那就是万里长城 最后在软件上统一人心 秦始皇知道 天下虽然统一了 但是人心却没有统一 为了统一天下人的思想 他下令烧毁所有藏书 他认为人读书多了 思想变复杂 就不好控制了 所以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文化浩劫 焚书坑儒 大秦帝国的中央处理器 软硬件都升级之后 秦始皇才放心下来 以为他的帝国可以传之万事 然而秦始皇死后三年 秦帝国就灭亡了 大秦帝国从出现到灭亡 不过十五年 那么为什么秦帝国没有像秦始皇想的那样 传千千万万事呢 因为这个帝国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过度汲取 秦帝国的人民身上有沉重的赋税 秦帝的填富数量是以前的二十倍 全国一半人都要长期劳逸 天下苦情久矣 百姓们只能造反才能活下去 所以汉代大幅降低赋税率 废除残酷的刑罚 皇帝实行无为而至 最后出现后人称颂的文景之志 第二个缺陷是 思想文化建设不牢靠 秦始皇虽然奉行法家的思想来统一全国 但他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牢靠的思想体系 而到了汉代 皇帝认为法家的那套东西不能摆在明面上说 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伪装 所以汉代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 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 形成了思想上的真正统一 为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呢 其实是法家化的儒家 外表是儒家 骨子里是法家 这套外儒内法的制度 让大一统专制制度变得刚柔并济 由此形成了中华帝国的第一阶段 秦汉帝国 史学家通常把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帝国阶段 分别是秦汉帝国 隋唐宋帝国和元明清帝国 而历史学家们注意到 秦汉帝国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和罗马帝国十分相似 从空间上看 两个帝国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 从时间上看 两大帝国的出生时间只差了三年 从领土面积上来看 都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从寿命上来看 两大帝国的寿命只差了27年 两个帝国没有任何直接的交往 却有着这么多惊人的同步性 也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都是从青铜时代 过渡到铁器时代的产物 两个帝国的前身 都是在青铜时代 处在文明边缘的落后小国 而我们之前有说过 新文明总是从旧文明的边缘区成长起来 因为他们自身的旧文明包袱较轻 又能接收到文明中心的辐射 所以在铁器时代到来时 他们能最快的完成转型 当然表面相似的两个帝国 内在结构和性格却完全不同 第一 皇帝制度不同 中国的皇帝是继承制 而罗马的皇帝是选举制 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 来源于希腊 讲究民主 任何有能力的人 都可以通过选举成为罗马皇帝 第二是政治结构不同 秦国实行俊宪制 中央可以一杆子插到底 而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是自制的 第三是思想统一度不同 秦汉帝国在文化和思想上是高度统一的 要求书同文 车同轨 而罗马帝国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帝国东部通行希腊文 西部通行拉丁文 东部以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为主导 西部以罗马文化为主导 而且罗马帝国没有通行于全国的法律 各省都有自己的法律 第四 民族融合程度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以文化来划分民族的 这和血缘没什么关系 如果某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汉化了 就成为了汉族 而罗马帝国非常注重血缘上的区别 所以罗马人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 对待其他省居民 各民族之间很少融合 因此这两个帝国的性格和结构 是很不一样的 那命运也各不相同 引起罗马崩溃的蝴蝶效应 那在这一时期 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起游牧民族入侵浪潮 几乎所有文明中心都受到了入侵 当时世界上大部分文明中心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进入了停滞和腐败期 而游牧民族在这个时候实现了两次技术进步 第一次是马拉战车作战 第二次是人骑在马上作战 那之后游牧民族全民皆兵 战斗力大大增强 对欧亚大陆的众多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连接着罗马和秦汉的欧亚大草原上 发生的大事 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欧亚两端 在欧亚大草原东部生活着强大的匈奴部落 对秦汉帝国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但由于秦朝严苛的赋税和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 直到汉武帝时期 中国才有能力着手去解决匈奴问题 西汉名将霍去病就与匈奴多次交战 那经过多次战争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南匈奴成为了中国的附庸 而北匈奴依然桀骜不逊 到了东汉时期 在中国的不断打击下 北匈奴向西迁徙到中亚 在中亚停留一段时间后 一部分匈奴人继续西境 到达黑海沿岸 匈奴人的西境 让原来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的西哥特人被迫离开 进入罗马境内 之后西哥特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 杀死了罗马皇帝 后续的其他不足相继进入罗马帝国 导致罗马帝国分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中国打击匈奴的结果 但需要注意到 中国经历了五湖乱华后 还能再次统一 罗马帝国解体之后 再也没能统一 这是因为秦汉帝国制度上的高度整齐化一 而罗马帝国内部 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 在语言文字上一直是统一的 而西方不是 人类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 是从象形文字表意文字 再到表音文字 埃及原来的象形文字就是表意文字 但是到了三世纪就演变成表音文字 用希腊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 表音文字非常容易学会 它只有几十个字母组成 但它也极度的不稳定 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用它 拼写自己的母语 所以语言变化的很快 而中国的文字演变 没有跨过从表意文字 到表音文字的门槛 反而成为了中国保持统一的优势 即使每个地方的方言不同 写出来的字 却都能看得懂 这一事实 也再度证明了中国文明自古以来 就存在着统一的内在基因 而西方不存在这种基因 我们读到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 四个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以及秦汉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影响 了解到中国文明自古以来 就存在着强大的统一内在基因 我们之前介绍过中国历史的五大脉络 其中一条是两头不断变化 中间不断循环 中间不断循环的就是从秦始皇到晚清的 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为什么中间这段历史呢 总是不断循环呢 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频繁的改朝换代呢 威胁皇权的因素 那虽然说秦朝呢 只存在了15年啊 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呢 却延续了两千多年 因为当皇帝的好处啊 太大了 那几乎所有人呢 都盯着皇帝的权柄 那想要取而代之 由于皇帝啊 一个人要对付所有的政治力量呢 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 所以呢 处处都是漏洞 常常啊 按下葫芦 扶起瓢 那最先威胁皇权的呢 是太监 秦始皇啊 极其的自信 在他活着的时候呢 没有啊 预先设立太子 那所以呢 临死前呢 才要设太子为扶苏 那但是诏书啊 还没有发出去呢 秦始皇呢 就死了 那发诏书的太监 赵高啊 动了心思 他不想让扶苏当皇帝 而是倾向于啊 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 胡亥啊 好操纵啊 赵高呢 可以借此啊 获得大权 那于是呢 赵高就篡改了赵书啊 捏造了扶苏的罪名 扶苏啊 不能违抗命令 只能自杀 胡亥呢 就顺理成章的 当上了皇帝 可惜胡亥 非常的不靠谱啊 一上台 就胡作非为 不断折腾 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吸取了这个教训啊 刘邦早早早的就立了刘盈当太子 却没想到啊 遇到了威胁皇权的第二类人 太后 那刘邦死后呢 年仅17岁的刘盈继位 那其母吕后呢 控制欲是特别的强 主要权力呢 都被他把持着 吕后啊 强行把自己的外孙女 取配给刘盈当皇后 刘盈呢 不喜欢皇后 和一个宫女生了男孩 吕后呢 把宫女杀了 把这个孩子抱过来 对外声称是皇后生的立位太子 刘盈早早去世 小太子即位 吕后公开临朝称制 小皇帝知道吕后杀了自己的母亲 嚷嚷着要报仇 吕后干脆把亲孙子也杀了 重用自己的娘家人 大封诛吕为王 这时候啊 威胁皇权的第三类人就出现了 那就是外戚 眼看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 刘氏宗氏啊 虽然愤慨 但是面对残暴的吕后 也是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逝后 吕氏共谋作乱 想趁机夺取刘氏江山 直到周伯等人诛灭诛吕 才稳定了刘家的统治 到了汉武帝时期 他为了防止太后干政啊 直接把太子的母亲杀了 没想到他按下太后这个葫芦 又浮起了威胁皇权的第四类嫖 权臣 汉武帝担心太子小呢 不能主掌朝政 那临死前呢 就任命了一批顾命大臣 为首的啊 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 霍光性格很强悍啊 他掌权之后呢 足灭了自己的政敌 还杀掉了长公主和燕王蛋 此后啊 霍光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那皇帝制度的运行啊 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干扰 除了我们上面说的四类啊 还有皇族彭党地方割据势力 敌国外患以及造反民众 那所以啊 从秦始皇开始呢 每一个皇帝啊 都在思考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皇位 而他们呢 也在不断的修补皇帝制度的漏洞 其中的最明显的修补啊 就是对权臣制度的改革 中央政府的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啊 权力最高大臣的名称一直在变 丞相上书令 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内阁大学室 军机处大臣的领班大臣等等 那权臣名字演变的背后啊 是皇帝对权臣的防范 丞相制度在秦朝就有了 但是从一开始啊 二者的关系就是相互戒备的 有一次啊 秦始皇看见李斯的车队 阵仗很大 就不高兴的骂了一句 没想到有人告诉了李斯 李斯马上减少随从 秦始皇大怒 追问是谁泄露的消息 但没查出来 秦始皇盛怒之下 把当时随士自己的几百个随从 全部处死了 那到了汉武帝时期呢 他开始重用净臣架空丞相 当时啊 上书只是个管理书籍的小秘书 因为和皇帝朝夕相处呢 就建立起了信任感 那皇帝啊就让上书处理国家大事 就像是现在的领导啊会把事情啊 交给司机去办一样 那到了光武帝时期啊 上书呢就变成了真正的宰相 那到唐朝啊 皇帝又感觉上书令的权力太大了 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 那把宰相的权力啊 一分为三 但三省毕竟是外朝 皇帝控制起来不方便 后来唐代皇帝呢 又开始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这样的小一级的官员 架空原来的宰相 那不久啊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呢 就获得了十权 那到了明代啊 猜忌心特别强的 朱元璋呢 干脆废掉了丞相制 事事轻微 把自己啊累得不行 后来呢 他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又把几个文官呢 任命为啊大学士 组成秘书班子 后来呢 大学士从小官 又变成实质性的宰相 所以啊 两千多年啊 皇帝一直在玩同一个游戏 就是先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 来架空丞相 时间长了 秘书班子 就演变成了真正的宰相 游戏背后呢 反映的是皇帝对全臣的制衡和防范 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 是不断循环的原因之一 地方政府的循环周期 讲完中央的情况呢 我们再来看看地方政府啊 那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呢 是中央下面一起正区的面积大小 面积大 地方官的权力就大 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 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呢 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 坏处呢 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 容易出现分裂 那面积小啊 地方官的权力就小 皇帝倒是好控制了 但是呢 地方上权力太分散 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 或者外敌入侵啊 地方上呢 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 那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 轻重相违 那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 地方啊 有适度的分权 但是这个度呢 是很难把握的呢 所以导致啊 中国传统时代的政府啊 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那历代王朝建立之初呢 都是二级政府 即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 一开始呢 省一级政府的面积很小 权力呢 也很小 地方动荡 无法平定 那后来呢 中央下放权力 让省一级政府呢 扩大集权 以便呢 有能力镇压起义 结果呢 出现了三级政府 地方权力又过大 总会导致局部分裂 形成割据势力 于是呢 新的王朝啊 又收回权力 如此循环 此外呢 朝廷官呢 总是不放心地方官 那经常啊 派流动的巡视组 来巡视地方 那时间长了 流动官员呢 就变成了固定的地方官 朝廷不放心啊 又派新的中央巡视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 中国地图上的所有省界都是弯曲的 非常不规则 那划分省界呢 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是山川行变 就是啊 把天然的大山大河作为界限 如湖南和湖北 就是以洞庭湖为界 河南与河北呢 就是以黄河为界 山东和山西呢 以太行山为界 那第二个原则呢 是犬崖交错 因为啊 山川行变呢 容易形成独立的地理单元 一旦平显割据啊 就会变得很难控制 所以啊 皇帝就要打破大山大河的界限 把你的一块地方划给我 把我的一块地方呢 划给你 元朝对四川的划分呢 就是如此 四川盆地呢 北有秦陵 东有乌山 一守南宫 是天然的独立区 中国历史上 凡是天下大乱 四川都会出现一个割据政权 所以啊 元代呢 把秦陵以南的一大块区域啊 划到陕西 这样呢 从北边出兵进入四川就方便了 果然 从元代之后 四川没再出现割据政权 在前面我们讲过啊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政权 都是起自边疆地区的 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 有一个规律 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能成功统治内地 而来自西北的只是掠夺资源 并没有统治 那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啊 东北和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 西北草原地带呢 降水稀少 只能长草 不能长庄稼 那所以呢 西北少数民族呢 只懂得游牧一种生活方式 而东北地区呢 是重要的农业区 其降水量足以支持农业生产 所以啊 东北的游牧民族呢 不只会游牧 还会种地 他们能熟练地 将游牧者的军队 与汉化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的历史上 不但发生了少数民族汉化的故事 也发生了很多汉族少数民族化的故事 其中鲜卑文化 对隋唐的影响最为深远 隋朝的建立者啊 杨坚出自关中名门 家族世代为鲜卑人服务 杨坚后来呢 娶了鲜卑族驻国独孤性之女为妻 所以呢 隋样帝杨广身上啊 至少有一半鲜卑血统 而李唐家族呢 最早啊 是跟着鲜卑人拓位起家 之后呢 又投靠了鲜卑化的匈奴人 宇文北国 被刺刑大野士 李渊的生母皇后和一个儿媳 均为鲜卑人 所以李唐一族呢 也可以说是少数民族 那了解了鲜卑传统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隋唐两朝的许多 政治和社会现象 那比如啊 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 才人武则天 相当于啊 儿子娶母亲 那这对于汉人来说呢 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但这正是鲜卑风俗 父死七其后母的表现 而草原民族呢 没有男尊女卑的传统 妇女在家庭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就连天子家也不例外 独孤皇后把隋文帝管得很严 鉴于她和隋文帝 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 宫中把二人并称为二圣 那因此呢 武则天呢 不过是继承了灵太后 和独孤皇后的传统 并且发扬光大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中国历史从秦始皇到晚清时期 一直是大一统的郡献制 为了摆脱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 皇帝们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 频繁的改朝换代 但郡献制度最大的缺陷 就是民众的税负过高 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那所以呢 造成了频繁的官逼民反 那国家为什么要收这么多税呢 那国家收税都有哪些具体形式呢 国家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税 秦王朝的负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人民的压迫 人民无法承受沉重的赋税 那最终发起叛乱 因此为了避免对民众的过度汲取 从秦代以后呢 几乎每任王朝啊 都宣称轻摇薄负 减轻民众的负担 那但在每个王朝的后期啊 还是有民众揭竿而起 因为他们宣称的只是民意税率 那实际税率呢 还是很高 有时候啊 实际税率是民意税率的十几倍 如此高昂的赋税呢 导致大量农民破产 为什么封建政府要变着花样收税呢 那第一个原因啊 是太多人员需要财政供养 那中国历史上啊 有一个鲜明的规律啊 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啊 官吏数量呢 比较精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官员数量的成倍增长 最后呢 实际人数啊 是规定编制的百倍之多 随着社会的稳定啊 经济恢复发展 人口不断增加 皇帝需要更多的官员 来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 而且官僚体系 具有自我保护 自我繁殖的特点 他们一旦获得了权力 就想要更多的权力 于是呢 更多的亲戚加入 导致行政效率降低 又需要更多的官员做事 那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二个原因呢 是官员腐败的加剧 传统社会的运转机制呢 是权力决定一切 很多人拼尽权力 挤进官僚系统 不是为了挣死工资 而是为了能够获得 寻租的机会 那各个地方官员啊 就像土皇帝 在自己的地盘上呢 独断专行 收取比原来多好几倍的俸禄 给民众造成啊 更重的负担 而且呢 到了王朝后期呢 腐败越来越严重 地方官员收取税收后呢 大部分都纳入自己的腰包 上交中央的呢 只有5% 那第三个原因呢 是既得利益群体的放纵 以明朝为例啊 朱元璋为了让他的 子孙后代享福呢 特意规定啊 皇族不能从事任何职业 每一个皇族后代呢 都由国家人民公养起来 那所以啊 皇族们增加收入 只有一个渠道 就是多生孩子 每多生一个孩子呢 国家就按等级 多发一份愤怒 而愤怒呢 都来自老百姓的税赋 大明洪志五年 陕西庆城王 共生育了94个子女 而这94个子女呢 都需要人民的税收来供养 那第四个原因呢 是皇帝们欲望太大 汉武帝在位53年 共发动战争26次 而这其中的很多次战争呢 都是没有必要的 他对战争的成本 没有充分估计 也高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所以汉武帝的雄财大略 是有代价的 他靠百姓们的税赋 建立起来的工业 也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实际税赋如何收取 那我们刚才说了 皇帝的嘴上是说要减轻税赋的 但实际上呢 税收呢 却是不断的增加的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一是隐形加税 那典型的代表呢 是明朝 那明朝的税率呢 看起来很低 却要求呢 农民要把自己的粮食呢 送到官仓去 尤其呢 是当明朝的首都 从南京迁到北京后啊 仍然要江南地区的农民呢 运输大米 交一袋粮食呢 运费啊 要花七袋 那相当于啊 税率一下子翻了七倍 二是呢 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和修改税收底策 那明朝呢 运费啊 还不是农民最主要的负担 可怕的是官吏苛扣 那官府呢 总是千方百计的啊 挑剔农民运来的粮食 质量不达标 要农民回家换新的来 上千里的路 不可能重新换 农民呢 只好贿赂官吏 那还有官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呢 修改税收底策 把豪强士绅负担的部分呢 贪给老百姓 三是啊 征收附加税 由于传统中央政府 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呢 通常呢 只保证中央的收入 那不顾地方的利益 这地方分的比例呢 太低 所以呢 地方政府呢 通常会以各种名义啊 额外的征收各种附加税 由于中央政府默许 征收多少 全凭地方官的良心 那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 多收10% 就能满足需要了 但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百 甚至更多 那除了这些常态方式呢 传统官僚体系呢 还有很多新花样 典型代表呢 是汉武帝 汉武帝啊 通过实施雄财大略 把府库掏空之后呢 他决定向民间收割财富 他的首要目标是商人 随着经济发展呢 一大批工商业主崛起 家业万贯 汉武帝实行的第一步是卖诀 因为有了诀位啊 可以免除终身摇曳 买了武功诀 还可以当官免罪 这项政策一出台啊 商人们纷纷踊跃出资 国家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汉武帝花完了这笔赴税之后呢 开始实施第二步加税 汉武帝要求商人们 主动承报自己的财产 商税啊 由原来的1.27% 提升为6% 那大家都不想交太多税 于是个个都瞒报 那等商人都申报之后呢 汉武帝实施第三步 告发有讲 商人当中谁隐瞒不报 或承报不实 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 告了以后 官府就查抄 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分给告发者一半 汉武帝通过这一招啊 让国家和底层老百姓都发了财 最后 汉武帝又使出他第四个手段 扩大征收和告发范围 普通老百姓也要按照6%的税付率交税 那如果瞒报 那其他人呢 就通过告发掠夺你的财产 汉武帝的这套组合拳 让天下人毫无招架之力 最后国家得到的民间财物 数以亿计 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区别 通过上述分析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啊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呢 太难平衡 郡县制的历史太明显 那其实呢 中国历史上啊 先秦的分封制和秦之后的郡县制呢 谁优谁劣 一直啊 被各方热议 那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看法 二者的区别呢 主要在哪里呢 一是对待民众的态度 封建制时代呢 民众啊 各自有稳定的统治者 这些诸侯呢 对民众啊 不会像郡县制的地方官那样残暴 因为这是他们的世袭领地 他们要追求的是长远利益 相比之下呢 郡县制的农民啊 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 那第二个不同呢 是皇权的稳定性 那在封建制下呢 如果一两个小国出现问题呢 一般呢 是不会蔓延到全天下的 受害的呢 只是局部 而大一统郡县制时代啊 一处有乱 天下大乱 所以啊 秦以前王朝的寿命都很长 夏商周平均寿命600年 而从秦朝到清朝 每个王朝的平均寿命呢 只有92年 那第三个不同点呢 在于官员的忠诚度 封建制时代啊 诸侯自治权很大 到了周代后期呢 他们都不听天子的 天子也没什么办法 而郡县制时代呢 有叛民无叛利 各个官员啊 都是向着皇帝的 即使天下大乱 官员也不会叛变 第四个不同的是 两个制度下 不同的人才流动性 封建制下 诸侯都是世袭的 不管你有没有能力 你都是统治者 而大一统郡县制时代 人才是全国流动的 可以更公平的选拔人才 为了维系大一统的结构 中国又发明出了 独特的科举制 这一制度直接启发了 后来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 第五个不同是 文化和技术的发展程度 大一统郡县制时期 中国人创造出众多的物质 和精神文化成就 比如唐诗 宋词 四大发明等等 而且统一带来的 杜良恒标准的一致 边界的废除 便利的交通 都有利于广大领土内部的 物质财富流动和精神文化交流 所以 封建制与郡县制各有利弊 但是从秦朝到清朝 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 郡县制确实从很多方面 取得了封建制 所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 大一统郡县制下 国家对民众过度汲取 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官逼民反 而通过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对比 也说明从秦朝到清朝 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循环中 郡县制是可以维持 中国统一稳定的中央地方制度 那么大一统郡县制时期 中国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中华文明发展的顶峰与低谷 又是什么样的呢 循环中的三个突破 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郡县制度 终结了贵族政治 对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 秦代和汉代前期 皇权可以通过官僚系统 直达社会底层 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汲取能力 但没过多久 因为一个制度漏洞 皇权的控制力 遇到了地方豪强大族的重大挑战 这个漏洞就是官吏选拔机制 科举制发明之前 从汉到随 中国主要采用建举制来选拔人才 地方官给朝廷推荐地方上的人才 选拔的标准是德行 意思是选拔孝顺和廉洁的人当官 这个制度看起来打破了门第限制 实则加剧了上层社会的垄断 因为官员们推荐的都是自己圈子里的人 慢慢的形成了变相的世袭 而且由于官员有免税免疫的特权 很多人主动把土地送给官员 跑到官员家里打工 这样一来中央就收不到税收了 权力被大幅削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央和地方的争夺 导致了皇权受到了有力制衡 慢慢形成了皇帝与上层精英 共治天下的局面 于是在唐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制度 风波制度 所谓风波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 要经过政府部门相关官员的审查 官员认为没问题才能下达 如果官员认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 则不给签字 其理论依据是君臣共治 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只有集思广义政策才能合理 这样一来皇帝犯错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这个制度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则 是对秦制的重大修正 唐朝政治文明的第二个突破 是对建官制度的完善 唐朝以前虽然有建官 但是建官的职能和编制不固定 几乎没发挥作用 唐太宗认为经常怀有敬畏之心 才能当好皇帝 因此唐代赋予建官的权力很大 敬建的成功率也很高 几乎没有官员因为敬建而受惩罚 唐代前期建立了风波制度 完善了敬建制度 还需要彻底解决的是人才选拔机制 虽然隋代的杨广创立了科举制 打破了氏族对官位的垄断 但是任何一个制度的成长都需要环境和时间 科举制在隋代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一直到了宋代 中国才开始大规模推行科举制 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 那宋代近是录取数量是唐代的十倍 是隋代的二十倍 这一局面导致中国从以前的贵族半贵族社会 在宋以后变成了平民社会 风波制度和敬建制度有效防止权力 过于集中和皇帝的错误决策 科举制的普及 让军权的稳定性大幅提高 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 到宋代才真正完善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 科举制普及之后 地方官员开始流动起来 彻底解决了地方分裂势力问题 没有贵族和皇帝抗争 皇帝独揽军政裁一切大权 军权达到空前稳定 而这一结果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愿望 也是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 毕竟政权不稳定 社会各个阶层都痛苦 那最令人注目的一点是 在军权强化的同时 文臣对军权的制衡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风波制度和建官制度的成就 同时科举制度让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 军臣之间构成一种张力 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的向前发展 同时宋朝还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 遇到重大问题 文武百官一起开会 有时候涉及到某个行业 还会邀请行业内的老百姓参会 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呢 也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越境 都市的发达 知识的普及 达到了中国文明的顶峰 那首先呢表现在政府财政收入 宋真宗时代啊 宋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是明朝最高额的四倍之多 那而且呢宋朝的财政收入呢 主要依靠工商税收 占比是70% 而明朝的税收大头啊 是农业税占比81% 由此可以看出啊 宋朝社会的营商环境是很好的 那其次呢是人权 宋代之前呢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使用奴隶或奴婢的现象 那到了隋代呢 那奴婢啊已经不是供大户人家买卖的商品了 而是被人雇佣的类似今天的保姆或司机 而且啊宋代对贩卖人口的惩处啊 比今天还要严格 拐卖人口的人会被处以绞刑 买方也会受到严重惩罚 但历史不总是进步的 之后的明朝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剧烈的倒退 明代社会奴隶现象回朝 主人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 把奴婢随意送人 更令人唏嘘的是啊 殉葬制度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习俗 随着文明的发展 这种现象越来越少 到了汉朝之后就没有了 可是明朝却恢复了这一制度 而朱元璋在临终前命令他的妃子们为他殉葬 他的四十位妃子都不得不上吊自杀 跟朱元璋埋到一起 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殉葬制 到了明代中期才废除 因此从汉到宋 中国政治文明虽然发展极为曲折 但大体上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曲线 并且在宋代达到顶峰 但从元到清 中国政治文明严重退化 社会也出现全面的衰落 而正是在中国的元代西方世界 经历了多次变革 开始超越中国 民营经济发展的变化 宋朝是中国文明的顶峰 还体现在宋朝民营经济的活跃 但在传统中国 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一直很坎坷 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是官营工商业的传统 就是国家要控制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 从周代开始 政府就建立了大量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公关进行管理 那工匠的吃住由政府提供 制造出来的东西要刻上工匠的名字 如果质量有问题就要治罪 汉代初期奉行无为之治时 才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制 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 经济迅速恢复 全国形成关中巴蜀两大商业城市群 大大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然而民营经济的迅速增长 却让皇帝担忧 有朝一日无法控制民营经济 于是汉武帝再次实行大规模 铁盐官营政策 将矿山和盐田收回国有 官府直接组织盐业和铁器的产供销 由此形成了官营垄断 官营的大规模发展 更是让人忽略民营经济的存在 民营企业无法得到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 皇帝喜欢用迁徙富豪的方式 来控制地方势力 秦汉以来 皇帝经常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 命令他们迁徙到首都 便想没收土地 用今天的眼光看 这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 但是在传统中国 大家都习以为常 政府采购还喜欢通过强买强卖 占商人的便宜 白居易的麦探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 合买的过程 一千多金炭 半匹红销一丈零就换走了 商人虽然抱怨 但是毫无办法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一遇财政困难 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 只要财政紧张了 皇帝就下令让富商借钱给军队 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 有人因此上吊自杀 所以中国商人的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 他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只是在宋代 民营工商业发展的环境 较为宽松 释放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从秦朝到清朝的 两千多年的历史循环 是有变化突破和进步的 特别是风博制度 建官制度和科举制度 让中国古代政治 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则 完善了人才选拔机制 那大一统郡县制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有什么特点呢 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情况又如何呢 中国古代城市的三个特点 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呢 边界多于山或者海相邻 那城墙的形状呢 是不规则的 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受破坏 那同时期的中国古代城市 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原则是方正整齐 周理考工纪理描述的理想都城制度呢 就是方方正正 齐盘式布局 那这一点呢 除了体现规矩意识之外啊 也是中国信奉的天原地方的具体表现 那第二啊 中国古代城市呢 都是规划出来的 不是自发形成的 在唐代 中央政府明文规定 在州县政府所在地之外 不允许出现自由集市 没有自由集市的地方 也就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 那所以啊 中国古代城市呢 都是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 那城市的城墙啊 也是国家以蒸发牢役的方式建造的 那第三呢 中国古代城市体现的精神 是控制 那为了便于控制啊 中国古代采取了不少制度 比如啊 宋代以前呢 中国一直实行礼方制 城内分为一百多个礼方 每个礼方是一平方礼 礼方之间都用城墙围起来 一百多个礼方只有两个市场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称为东西市 如果你是一个住在长安城南边的唐朝人 想要买一袋盐 只能去这两个市场 而你需要来回走上十二里路 比如 唐代实行的宵禁制度 每天黄昏 街骨响起 每个礼方的四门都要关起 禁止人们出入 直到第二天黎明 方门才打开 夜禁期间 城中禁军 在城内整夜巡逻 捉拿违反夜禁的人 再比如明代实行的职业实习制度 每个人一生下来 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 每十年进行一次户口信息更新 长成之后 子成副业 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 也不允许随便改变职业 此外 朱元璋还为每一个阶层的人 都制定了生活准则 不同阶层的人 穿衣样式 颜色花纹材质均不同 不同级别的人 居住面积也有规定 在朱元璋看来 这些小细节体现的 虽然是个人爱好 但是却反映这个人的思想倾向 朱元璋认为 只有礼仪明确了 才有上下之分 这样天下才能安定 所以他把这件事 当作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来管理 自治城市产生的两个影响 说完了中国的古代城市 我们再来看看 同一时期西方的城市特点 西方的自治城市 有两个核心特点 一是自由 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二是平等 所有公民在法律身份上 都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人享有 多于别人的特权 这两个特点 决定了自治城市 较早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自治城市助推了西方中央 极权民族国家的出现 自治城市出现之前 欧洲贵族们在自己的庄园 自己自足 国王基本上没什么权利干涉他们 但是在自治城市出现之后 国王们找到了 加强自己权力的方法 就是向财力雄厚的商人借钱买武器 再通过打仗 让贵族服从管理 欧洲国王借钱也和普通人一样 需要担保和抵押 其中呢 王冠是最理想的抵押品 体积小 价值高 为了获得商人的支持 国王还帮商人们 废除各种科捐杂水 那国王们愿意这样卑躬屈膝 是因为能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 能借到钱就意味着能打胜仗 打了越多的胜仗 他们的权力就越来越大 最终呢 能够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元首 在转变为统一民族国家之后 欧洲国家呢 便能集全国之力 做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大事 比如资助海外冒险事业 支持海外扩张 那另一方面呢 自治城市啊 触发了人类历史上 一个伟大的发明 有限责任公司 哥伦布远航发现新大陆 宣布了全球化的开始 而新大陆的发现 也宣告了陆地帝国时代的终结 和海上帝国时代的到来 在此之前 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帝国 都是陆上帝国 如罗马帝国 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 阿拉伯帝国 蒙古帝国 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帝国 都是海上帝国 第一个海上帝国是西班牙帝国 西班牙用枪炮和利剑 开辟了美洲大陆 用暴力和战争 换来了滚滚财富 西班牙帝国的成功 引起了欧洲各国的眼红 但其他国家无法组织起 西班牙那样强大的暴力 征服力量 便另辟蹊径 荷兰和英国计划用商业的力量 来征服世界其他地区 他们把自治城市 从陆上扩展到了海上 建立了两个移动的自治城邦 分别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这两个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他们的出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而且这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建立 及组织结构 充分地借鉴了自治城市 首先 两个东印度公司 向议会或者国王购买某一领域的自由经营权 公司可以像自治城市那样 组建军队 占有土地 铸造货币 拥有法庭 那其次 两个公司都由众多自由人组成 只要你有一点钱 就可以购买公司股票成为股东 而股东可以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政府 并且由专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 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 西班牙的征服依靠的是军事力量 而荷兰和英国则依靠的是政治智慧 英国崛起的奥秘 英国崛起的逻辑与荷兰一样 都是依靠公司的力量 但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 背后依托的英国更强大 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 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更好 1700年荷兰人口是英国的三分之一 领土面积只有英国的六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荷兰没有建立其有效的中央集权 因为荷兰人不在乎政权的归属 也不关心谁统治他们 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否保障他们自由发展经济 因此荷兰这片土地轮转过很多统治者 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 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所以荷兰的成功在于它专注商业 荷兰的失败也在于它过度专注于商业 而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不够 另外工业革命也是在英国爆发的 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工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始的 可是当时世界上纺织业的名牌产品 是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布 而且中国和印度在技术及工艺上远比英国领先 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而不是在中国或者印度呢 首先英国人口稀少 人力成本高 而中国和印度人口密度大 人工便宜 这种工资上的差别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差别 那工资高呢 资本家就有充足的动力去改进技术 节省人力 而中国和印度呢 只需要依靠人力即可 不需要改进技术 那其次呢 英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能够支持铁矿冶炼 因为机器都是用钢铁制造的 那当时呢 英国啊 每年能够生产呢 1000万吨煤 而法国呢 仅产70万吨煤 那除了工资水平和丰富的煤资源外啊 英国还拥有巨额的资本 而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巨额财富呢 源源不断的投入工业 那因为啊 英国与西班牙政治体制不同呢 工业的产权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公司的成功让英国人受到了启发 在国家管理上也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公司 国家议会是董事会 首相是公司的总经理 内阁大臣是职业经理人 国王拥有所有权 没有经营权 而两权分离 意味着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生命 可以延续下去 它可以从最优秀的团队手中发扬光大 这就实现了一次国家管理制度的质变 所以啊 英国创造了公司式的帝国模式后啊 政治获得了空前稳定 不再有内部分乱 从此持续发力 先是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后又成功挑战荷兰的世界海上霸主地位 最终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与欧洲自治城市相比呢 中国古代城市啊 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建筑方正 规划建立 体现控制 而英国的崛起 与自治城市的发展啊 密不可分 那当英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 中国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 大清帝国正处于乾隆时代 大英帝国的崛起 注定了他要与东半球的另一个帝国迎面相撞 乾隆时代是康乾盛世的顶峰 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 是俄罗斯的六倍 是日本的九倍 可以说啊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当时是居世界首位的 就在盛世年代 1793年 一支来自英国的使臣队伍来到了中国 英国派使臣来中国的原因很简单 工业革命使英国像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 英国需要全世界的商品 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 卖到世界各国 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呢 英国的商品啊 都广受欢迎 却在中国卖不出去 因为啊 当时中国实行一口通商政策 只在广州一个港口进行外贸 而且外商必须经过中国官方制定的机构 13行进行贸易 此时的英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 称雄欧洲 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 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英国派使臣访华 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 打开中国大门 英国人到中国来 给乾隆皇帝带了好多礼物 打包后一共是600多个包裹 形状大小不一 从船上卸下来后 有多次转驳才送到成德 英国人认为 肯定有一些东西会损坏 但是在中国官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之下 这些东西呢 迅速的从船上搬运下来 运到成德 组装完毕 没有一件颇损 英国人说 这种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 但是这种政治效率达成的背后 是君主专制 皇帝一声令下 上至官员 下至百姓 无不唯命是从 英国人正是看到 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政治面貌 才想到了后来 用鸦片战争攻击中国 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 英国使团来中国 希望能在中国设立英国大使馆 与中国互派大使签订外交条约 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其实英国人最迫切的目标 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 取消十三行 多开放几个口岸 允许自由贸易 公开关税税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英国人给乾隆皇帝带来了很多体现 英国军事实力 科技实力的工业制成品 但是本来这是乾隆皇帝 认识西方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却由于礼仪之争而忽略了 清朝官员对英国使臣提出了要求 希望他们像其他外国使臣那样 对皇帝的三跪九寇 那英国使臣不同意 他们认为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 是平等的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经过多轮的谈判 英国使臣是勉强答应 在乾隆生日那天 跟其他各国使臣一起跪地 只不过英国人是单膝下跪 别人磕头的时候 他们随众俯首 远看像行了三跪九寇礼一样 而且乾隆皇帝在观看英国使臣 带来的礼物是没有叫英国使臣来讲解 他自己一个人闷头看 什么也没看明白 那所以英国人竭尽全力向乾隆展示 西方世界的发展水平 乾隆皇帝却完全没有接收到这方面的信息 因此对英国使臣提出的两国平等交往 互设大使馆 以及改革中国外贸体制等要求 一律否定全部驳回 那英国使臣从中国回去之后 便将所见所闻讲给了其他人听 在此之前 英国及其他西欧地区都流传着中国热 那在西方人眼里 中国是一个强大神秘且无所不能的国家 但这次初始打破了众人的幻想 他们大肆宣扬清政府统治下人民的愚昧落后 并且开始大规模组织鸦片输入中国 1775年到1797年 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 1798年到1799年 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 到了1800年达到了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 让中国贸易从以前的顺差 一下子变成了逆差 白银大量外流 几十年后财政濒临破产 导致道光皇帝不得不禁验 而这也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 英国人在1793年通过和平谈判 没有得到的东西 四十多年后通过鸦片战争 一件不少的得到了 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 与1793年英国使臣 祈求乾隆皇帝的内容 几乎完全一致 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 鸦片战争中国输得很惨 两国除了军事力量悬殊 财政力量差距更大 那1840年 中国的财政收入是3904万辆 而鸦片战争花费了中国财政的70%以上 当时英国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辆 鸦片战争只花费了英国财政的8% 为什么中英两国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巨大呢 那主要原因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从表面上看 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 因为如果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就不能收税 那国家的纳税体系呢 由议会管理 那每一笔钱怎么收的 怎么用的都要公开辩论 那非常透明 所以啊 国王不能任意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更不能把收到的税款用于个人挥霍 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呢 得到了保护 他们相信啊 自己交的钱最终会用到自己的身上 那因此啊 英国公民敢纳税 愿意拿税 英国政府呢 把更多的税收啊 用之于民 从而呢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啊 在英国的财政收入中 直接的税收还只是小部分 大部分呢 是国债 也就是说啊 英国的财政能力更主要的部分 是体现在借钱的能力上 借钱最关键的是信用 信用好呢 能借到钱 信用不好自然就没办法借到钱了 同为欧洲国家 英国和法国在借钱这件事上啊 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啊 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 税收没有法国多 但是英国通过发行国债啊 获得了巨额资金 英国的国债最高时呢 是税收的15倍 那虽然法国为了打胜仗啊 也发行了国债 而且呢 它的利息是英国国债的两倍 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买法国国债 英国的帝国模式啊 是公私制的 其议会制度呢 非常成熟 英国借钱呢 是以议会的名义来借 而法国呢 是以国王的名义来借 国王会更换 但是议会制度呢 是一个永久的机构 所以呢 百姓啊 更信得过议会制度 拿破仑在位十年 筹到的国债啊 不到英国国债的1% 这是拿破仑最终遭遇 滑铁路的根本原因 因此呢 不受议会制度限制的权利 不受老百姓的信任 税收收的少 借的钱呢 也少 而被约束和被限制的权利 才是最有效 最强大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